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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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一个建筑师 李宗盛 然后我在2000年左右大概盖的房子就是长这样的 也没什么特别 就是特别贵 然后 是啊 因为本来人家还挺特别的 他那个1727都是那种戴了六顶绿帽子 然后全广州人一说六顶绿帽子都知道在哪儿 但是都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 在04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遇到一个不是房地产的项目 就是有一个企业 他们呢就在市中心买了很小的一片地 大概就两亩地 然后当他们也不打算出租 就全部他们自己用 当时这个公司他们就给我提了很多的想法要求 他们就说我们要有培训学院啊 还要有这个酒教卡拉OK啊 然后甚至他们同事加班 还要有个波波吃滑梯什么的 然后这些我们都满足了 最后呢我们就因为实在没地方去给他建这个健身房 但我们又想了一个很好玩的招 就是因为通常这些大楼都有个下方楼梯嘛 就一般来说这辈子都不会用的 但我们实在没地方 我们就想那要不咱们把这个地方给用起来吧 所以呢我们就把那个走火楼梯做得很明亮 而且呢它是要穿过花园 就每一层都是花园 然后这些同事在用花园的时候 他还可以跟这个楼梯里头这些同事打招呼 那最后大家也很乐意用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健身房了 然后这房子盖完以后呢 这个公司他们也还挺好的 他知道我反而挺多画画的朋友 他们就来借嘛 借地方要做展览 后来他说那行吧 就干脆咱们拿点地方就给他们用吧 但也不打算卖画什么的 然后也没有用他们企业的名字 所以呢就说要做公益的事情 然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我们就做了这么多的展览 三百多场 但是我觉得说公益应该就是为大家好嘛 可是我觉得特别难过的就是我们周围的邻居 他们就一直不怎么来 其实我们展览还挺好的 又有红酒喝啊 又有饼干啊 啥都有 但他们挺能扛的 他们就不来 我们觉得很不理解啊 我觉得画画这画挺好看的呀 我们当时就是就去想 就到底这艺术除了好看啊 还能怎么用呢 然后我们就去日本去看这个大地艺术集 现在可能就比较火了 大概一零年的时候 我们去听北川先生说 他怎么劝说那些农民 把那个地方给他们摆点东西什么的 反正都开了一千多个会 人家才让他摆 我心想这也有点太难了 就是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去哪找个农村啊什么 其实就本来身边这个社区就挺不好搞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那干脆我们好好去了解一下 到底我们周边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的那个美术馆所在地的那个社区 就黄色那个框框里头 就是一个小住在小区吧 大概就十来万平方米这么大 然后住了几万人 蓝色的那个就是我们美术馆的地方 就是在比较靠近地铁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看到这红砖楼呢 其实是蔡廷凯将军的将军府 当然现在可能好多次那种穿衣戴帽什么 就有点认不出来了 下面这个呢就是叫做省画剧院 其实你看它的样子好像挺深藏不露的 实际上我们八十年代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太年轻了 也许还没出生吧 那时候有一个特别出名的电视剧 叫做写仪 就是山口百汇跟那个三浦友和他们演的 然后那个配音都在这里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特别藏龙卧虎 可是呢怎么样可以让这些社区居民了解我们认识我们 我们可能还是只能先从设计与手 这是我们原来美术馆的一个入口 我们就每次都很大的海报写在那儿 但反而他们还是视而不见的 因为十周年了嘛 我们就想我们要请一位艺术家 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想法 就是说怎么跟生活联系在一起 那宋东老师呢 他就是自称是个生活者 然后业余做艺术 那我想他应该有办法 所以他来了以后我们就带他周围转 然后光是我们那个 刚才那个办公楼一个围墙边上 其实就有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历史建筑也有 而且还没挂牌的 就是比那个还漂亮 然后还有这个菜市场 其实是战道经营的一个菜市场 但因为周围还有很多的这些省委啊军委 他们留下来的大院 大家生活都需要 所以一直没拆 然后那个宋东老师来了以后 他就到处转 他决定就是要改那个围墙 就是菜市场跟我们这栋楼之间的那个围墙 然后呢他就用那个拆房子那种 木头的窗户格子啊什么 然后就拼拼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整个U型把我们这房子给包起来了 然后他里头呢还展了很多 就是收集回来的 可以说是人家不要的东西啊 比方说他有七百 里头挂了七百多盏灯 没有一盏是一样的 那都是从那个废品收购站啊各种 这样捞回来的 然后呢里头还有很多的这些 一般人觉得都旧了就不要的东西 其中我显示的这些是我们在围墙外头的一个邻居 他们家三代人都住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要办一个生活展 然后看看你们有些什么 觉得可以拿出来贡献一下 借展一下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家的一些老照片啊 等等各种借给我们来展览 然后为了庆祝我们就是改了这个围墙 我们就办了一场长街宴 就是用三十六张单人床 拼了一个特别特别长 一百多米长的这样的一个桌子 然后呢这些图片里面看到的 就有我们的邻居了 这次他们就来了 就是来吃盆菜 然后还有那个像环卫工人 就也是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扫地的那些阿姨啊什么的 当然也有艺术家策展人等等 还有比方说我那个建筑学院的老师啊这些 他们都来 大家都坐在那个小板凳上 大家都平起平坐的 就特别快乐的一个晚上 然后在这个围墙落成以后呢 我们还搞了很多的活动 比方说放电影啊 比方说我们过年的时候 就请这些书法家来写灰春 送给这些街坊 猜灯迷就是元宵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是有七百多盏灯吗 然后再加上灯楼什么的 结果我们又成为广州 今年这个元宵一个打卡点 大家要来这里赏灯 也有其他话剧啊 像这个就是做白日梦 我们有时候也想不通 这小孩他们还挺能闹的 就是给个床他们也来 这个整一个系列我们叫做长街围 这艺术家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今天小的时候家里都特别穷嘛 就是房子很小的 其实那个床只有晚上那几个小时用来睡觉 其他的时候他们是用来写作业啊 吃饭啊 聊天啊 所有的事情等等 所以他就说 其实我们总觉得社区里面有很多的困境 但其实这个困境是让我们产生智慧的 所以他就用长街围就说 其实你看我们的床也可以做集市啊 做各种活动 整个艺术计划 去我们怎么样去接近我们身边的这些邻居 然后因为这个亮亮堂堂的这个窗户 做的这个墙建成以后 倒是真的吸引了很多的邻居 因为有人经过就说 这是不是开了个卖灯的呀 然后就进来看 推着老人来 这个呢就带着小孩来 最后这个墙呢 它真的是改变了大家生活的路径 你看原来大家是沿着红色这样 就是过门而不入的 但现在呢很多人就会从地铁站这么 把我们的房子给绕一圈 然后再走 其实我们就为整个社区增添了106米的 这样一个散步的散步道 这个房子本来就是一个写字楼 应该说它没有任何公共性的 但是因为这个艺术家 他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能够无中生有 他就把本来没什么用的这样一个后墙 但是他就这么一改以后呢 结果我们这就变成了 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个公共活动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的性质都有点改变了 就有点像这个变成一个公共建筑了 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公共性 其实我以前我们一直觉得说 建筑师就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刚才我估计大家听过很多一席的演讲 都在讨论这个 就是说怎么去增加这个公共性 所以宋冬老师这个作品 其实是为我们开启了另外一扇窗 就是怎么样可以在像老社区一般都是 特别缺这种公共空间 对于建筑师来说 除了公共性 当然还有就是自然 这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 所以我们也去看看 就是这些艺术家 他们是怎么样带我们看待自然的 这次艾里埃松在伦敦的Take Modern 做的一个特别火爆的一个展览 它就是模拟的一个太阳在这个展厅里面 而且它把这个物都 伦敦这种物都给模拟出来了 所以非常多的人到这个现场去感受 然后另外一位就是James Turrell 他更有意思就是他所有的作品 只有两个主题就是空间跟光 那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建筑师干的事 但是一个艺术家 他是真的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这个主题 比方说这个是天空 他在世界各地有做这样的作品 就是让大家做到一个不是太大的空间 然后抬头去看天空 我相信我们现在大家比较 就都是低着头看手机 真的很少去会看头顶上那片天空 但他觉得说其实每个人头上的天空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应该好好看看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封岛美术馆 在日本就是现在可能也很出名 这个美术馆呢 它其实你是要脱了鞋然后走进去 那因为它里头有一个很亮的洞口 所以很多人一进去就很着急地往那个洞口走 但是很容易你就会踩到水 就是因为它地面上呢 它会冒出来那些水 然后它就会汇聚 当它太大了以后 它又会分散了 然后就消失了 所以这整一个作品 其实是让大家看风水的 就是这边看风 地底下就看那个水 人特别地多 这是我看到他们西方艺术家 怎么样去理解自然 然后我们传统的国画 就是我们古代的艺术家 他们怎么看自然呢 这个是富春三局图 就肯定也有山啊 有水啊 树林啊 这些小岛啊 当然有房子了 就是必须要有人的活动 其实我想说 我们中国的山水画 它不是一个写生 跟西方艺术里面的写生是不一样的 它画这个并不是对着一个真的山水在画 其实它在构建一个乌托邦 就是天人合一这样的一个乌托邦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就是艺术里头 get到的这一点 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一个抽象的指代 或者是表达 那么我们就尝试在我们做的设计里面 去表达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好多年前的项目 在太古会的那个方所 因为太古会是一个特别商业的地方 就是反正就是卖各种的品牌吧 那地下室呢 他们当时这个方所 就想在那个底下开一个书店 那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吧 就门口不是太大 但是近身很大 就一般来说 可能除了坐坐超市 可能也没什么用的 那当时他们说方所这个名字 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他说是指这个修信的地方 那我们知道古人修信呢 那肯定是要找个洞躲起来 到深山大陵里头去 但是你在一个市中心 然后那么多人的商场 就你怎么修信呢 所以我们就想 那应该把它转换成叫做共修天地间 也就是说 其实修信这个事情 不一定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其实在哪里都是 只要你的心是想修的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洞天 这样一个好像是修信的地方 这样给做出来 所以呢 我们就把那个入口 做得有点像一个洞穴这样钻进去 然后我们就把书指带做山 就是山在我们传统这个山水画 或者说是园林里面 其实它有时候就是代表了这种进取心啊 或者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书廊在后面是抬起来的 就是你要上一条坡 然后才能去到后面这个书廊这个区域 然后还有就是咖啡岛啊什么的 然后开阔的地方 就相对那个高的地方 矮的地方就是水了嘛 我们也不用真的去做这个水 把它抽象理解就好了 当然要有人的交流 所以它那个讲座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就是做成垫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把整个山水画 装到了这个就1600平米的这样空间里面 所以很多人去了 他会觉得挺好的很舒服啊 那当然好了 你都去了一个洞天福地 然后像神仙一样游山玩水 那就当然好了 我们刚才说 就说这个关于公共性就是 其实建筑师也是一直不断地在想 怎么样去激发人与人的这个交流啊 活动啊这些 所以我们也看看艺术家他们做了什么 这个是在丹麦一个 可能是一个中工业城市 名字我也不大会念 博物馆呢也没人去 看到是底下这种就是黑黑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他们就请了 就刚才在伦敦Tay Morden弄个太阳的那个艾利艾松 然后艾利艾松来了 他就觉得说 我也不要在里面去搞个展览 最后人家还是就是被这个东西这么包 人家也还是不来啊 或者我这展览彻了 不还是没人来嘛 所以呢他就想了一招 就给他们在屋顶上弄了一个这样一个圈圈 这个圈圈弄完以后呢 当然人就来了 因为本来这个城市可能还是有点无聊 但是呢你要爬上去看 透过这个有颜色的玻璃 就怎么看怎么顺眼嘛 所以大家就去 其实对艾利艾松来说 他是觉得 并不是说 光是这一个圆圈是他的一个作品 实际上这个圆圈是包括了这些人的活动 也就是说 他把人怎么样从这个 从外面经过也不进去 就像我们原来这美术馆一样 然后把它变成大家就被吸引了 要走上来 然后要来看这里的展览 然后来看看这个城市 看看这个城市 它应该有些什么发展等等 所以这是艺术家 我说的他们怎么去处理这个 就把人招来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是一个 比较小的设计团队 就是说当然也不大可能 去做这种城市级别的公共建筑 比方说博物馆啊 音乐厅啊这些 都没我们什么事 因为我们也不是那种国君 但是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商业项目 但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像这个清明上额图 就算不是做一个博物馆 那我要是把人的活动给展示出来 然后让他们被激发出来 其实也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公共性了吧 所以呢我们就又接到一个任务 这个岛其实它是一个在广州一个江里头 就因为它原来是一个岛呢 它在80年代的时候盖的房子都是 只能用外币来买 然后就是你要买了这房子 你的车才能开到这岛上 但是后来呢政府也觉得不妥当 最后他们就把这个南岸 就给整个规划做这个叫做文化的黄金海岸 所以它就后来90年代末就建成了这个美术馆啊 音乐厅啊这些 但是这个黄金海岸呢直到10年的时候 这块地就是蓝色的这块地 他们决定说让一个民间的艺术基金会 去尝试一些 就是说国家不投资了 就是有点像香港吸酒这样 你们自己去拿一部分来出租经营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要做工艺性的艺术这样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呢就岛上面那个围墙里面的过亿的豪宅 以及围墙里面的艺术 那都是以前就是这样的生活 但是呢在路对面就是我们看到右手边这样的场景 就是每到晚上因为它在江边嘛 然后看到最美的那个景色 然后还有江峰特别舒服 所以大家的这个艺术生活都特别蓬勃 就在这个江边上这样非常愉悦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们就想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房子 将来修的时候首先它不能够有围墙 不然我们又还是像八九十年代那样了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留了很宽敞的这个前面的广场 大家可以来继续它的音乐会放风筝什么的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想我们也不能有门 因为呢我们想让这些市民他们是能够不单在 就是江边这个level去看那个城市 而且我们觉得说他们是不是能够在不同的高度 能够去欣赏这个城市 而且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所以不要门也不要刷身份证什么的 这是我们房子盖完的样子 它其实外面全是外廊 在这个外廊走的时候呢 你就一边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风景了 很好看的一河两岸 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这些斩城的东西 什么陶瓷斩啊 什么象牙雕啊这些 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 可能以前他们会觉得这些跟它没什么关系 但是对于城市风景他们还是很有兴趣的 你像我们最后在屋顶上还给他们 特地留了一个这样的观景台 是真的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CBD以及小蛮腰 即便旁边这些豪宅它比我们还矮两层 其实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在江边老师来散步的这些市民 他们最终能够发现这个秘密 因为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开放 大概要五月就下个月可能才开放 希望他们能发现这个秘密 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这个房子 慢慢他们也会喜欢上艺术的 当然我们做这个外廊也有一点点建筑上的原因 就是因为基金会他们也没什么钱 一直都很跟我们强调成本的问题 就是说建要很便宜 然后将来营运也要很便宜 那所以我们就想做 就整个西南面做了外廊呢 它就能够防晒嘛 就是也会对 就是整个交通的系统就不用再用空调了 因为家面风挺好的 其实除了这种有风景的路大家喜欢 我觉得还有一种路大家更喜欢 就是捷径 所以我们在另外一个商场 其实也是特商业的东西 你看到这个路 就是这样车水马龙的 一个住宅的群房 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做捷径 这个项目 这几千平米的一个商场改造呢 其实它位置有点特别 左右两边都是艺术机构 一个石香园 就是我们中国的美术教育的发源地 就是岭南化派的发源地 就因为有这个石香园 所以呢才有这个广州美院 就是落在这个地方 这个房子夹在这两个机构之间 但是呢它里头卖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格子铺 一格一格卖那种比较便宜的衣服啊什么 因为它周边就是出租屋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它旁边那条路呢 还有很多的垃圾 就是那个是一个垃圾站这样子的 那我们首先呢 就去做常规一个调研 就说周边的人到底是 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出行路线 他们会在这里做什么 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发现 这个房子它就有点堵路了 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线呢 其实是平常大家出行的一个路线 就是说这个蓝天商场楼顶上呢 是有住宅的嘛 然后他们下来的时候 他们得绕个圈这样出去 因为这边有个垃圾站 经常都在那搬运啊什么什么 也不好走 然后去石香园也是 就是大家要这么绕 所以我们想要是我们给它 就是里头把这个路就是给打通 这样大家就有一个捷径可以去走 所以我们就先是做了一条 这样子的里头的一条大街 就是两边就变成街铺了 就我们就跟业主这么说的 他开始也觉得 干嘛里头要做那么宽的一个走廊呢 我们就跟他说这样你会变成街铺 会值钱一点 比较租得好一点 然后还有广场啊什么的 二楼呢我们就还做格子铺 因为原来二楼他们想的 就租给一个餐厅什么比较省事嘛 但是我们觉得说旁边这个 不是原来有这个美院吗 他们这些小孩其实特别需要地方 去展览他们的这些创作的成果 因为我们比较多这些美院的小孩 在我们那边美术馆做实习啊等等 所以我们都跟他们做这个调研 就他们需不需要呢 比方说他们毕业以后 是不是更想展出他们的作品 其实他们都觉得很有这个冲动 所以我们就劝说这个业主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们这些院系 能不能一起去把这些小空间给用起来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小的这种 其实说白了也是这种格子间 但它只是说转换成一个人的美术馆 一个人的研究所 其实最后一算账 肯定是比整一个租给那个餐厅 或者什么美容院这些要更好嘛 所以我们还是想把这个地理的文脉给梳理出来 就是说把这段历史让大家知道 就是像领兰画派啊最早的这个教育机构啊等等这些 所以整个外立面其实也是这样的展馆 就是把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作品都能够展示出来 其实刚才说的这个无界的墙 其实是我们整个大的无界的博物馆的一个启动吧 因为宋东老师为什么要做这个墙 他说本来是隔绝 但现在我们就是希望人来嘛 它是一个汇聚 其实汇聚了以后是什么呢 他想告诉大家 这个围墙后面都是宝贝 这围墙就是博物馆的一个展现 像这个菜市场它可能很快会消失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有无人超市这个 然后还有像那些红砖的老房子啊这些 有一些甚至都没有标签 但实际上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就整一个城市所有的地方都是 只要你知道它的历史 你就知道我们身边都是宝贝 甚至像刚才我们展出的这些说是不要的东西 但是你想想博物馆展的无非就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东西 但我们可以不要等它消失再去保护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的背景底下 其实大家都很纠结到底是应该全部就是从来呢 还是说全部保留呢 其实都不是一个对的方向 所以在70年代就有一位城市规划家提出了这个叫做 拼贴城市这样的一个理论 它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在新的旧的 这样互相去循环渐进的去有机的去发展这个城市 所以我们前面都讲了很多 我们就是作为做建筑设计 我们受到了这些艺术很多的一个启发 但是翻过来我们做城市设计这个事情 对我们的策展有没有启发呢 其实我们以前做展览的时候 每一次布展都是把前面的撤掉 刮干净然后涂漆然后再来下一个 所以刚才我说的三百多个展览活动 实际上我们最后都要翻电脑去找资料 去找我们做过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呢最近这一次我们就想了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策展的方式 就是说在一个展览上面再去叠加一个展览 大家看到这个凉茶铺这个展览呢 其实是一个动画的展览 这个展览就是叠在原来宋东老师的 《无界的墙》这样的一个作品上面 再去做了一个动画展 讲的当然就是跟广东文化有关的一些 但是呈现的形式是非常90后的 而我们也打算比方说建议舒心茶这样的一个 招牌logo就会成为这个展览 最后留在这个墙上面的一个痕迹 这样它就是不断地叠加 最后可能过了十年二十年 我们就其实都不用去翻什么电脑什么 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展览的一个存在 就像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 其实它是叠加出来的 它不是这样突然间冒出来的 我想我们必须要留下 所有人们的活动的痕迹 我们这些时间才会变成历史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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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